嘿!大家好 我是娅美獎 看到我身後這一尊是什麼 是非基 沒錯 我今天來到曼谷最熱門的一個市集 叫做 非基市集 唱吹 有沒有很熟悉唱吹這個名字 我之前在我部落格電視上都有介紹過 今天呢 為了要拍影片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更感受現場這個非基市集的氣氛 所以特地跑來這裡拍影片給大家看 可是我今天有個小夥伴要跟我一起拍 這個小夥伴目前大家都還蠻知道他是誰的 就是我的好姐妹 叔叔 哈囉大家好 好弱的氣勢 大家可以不好意思嗎 其實也不用啦 這樣比較瘦嗎 好像也還好 吸一下氣勢 不用吸肚子了 看我們今天就是等一下我們逛這裡面 有沒有就是可以買的啊 或是吃的啊 我們在一起介紹給大家好不好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往哪裡走 哪裡走 就是 這邊有很多種遊戲 然後這個的話是四顆球可以玩 那你進了一個的話就是有啤酒 進了 什麼 沒有 它要四個 真的假的 四個才有啤酒 什麼都沒有 什麼 你看 只進一個還有一支鉛筆 還有一瓶鎖 喔 一個都沒進 所以我五個都進的話 我就會有兩瓶啤酒 OK 那我就要啤酒 因為你一瓶我一瓶皆可 可是那個要五個都進耶 我們一定 有信心嗎 你花五千塊我們五個進不了嗎 它是只一局 五千塊玩五十四億了 走吧 那個可以買好幾箱啤酒 玩哪個好這個啦 這個啦 五局一百塊 五局一百五所以特價一百 喔 卡 五個三十太久 唉唷 給媽卡 哇 五個三十 那我們就先一局買一點 先一局 好 我們第一局就是 叔叔先攻 我怎麼先攻 Go Go 卡 啊 好遜喔 真的喔 我流汗了 嗚 一個耶 妳有一支鉛筆了 有兩支啦 你會在嗎 一球 my turn my turn 我的換我了 加油 現在是我的時間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哇 哇 俗稱 俗稱 台北永和 灌籃高手就是我 哈哈哈哈 啊 慘了我只有一支鉛筆 只有一支 一支 顧切筆我也不能笑人 不行 不用了啦 我可以了 哈哈哈哈 不用了啦 可以了 哈哈哈哈哈 我很喜歡 鉛筆 上面有寫 極黛 哦 又到了鉛筆 然後叔叔去膚淺了 哉哩 哉哩 哎呀 又是耳環了 我跟叔叔就是因為這樣又停下來了 然後我剛看到這個 好可愛喔 登登 一百泰銖 這邊整個都是一百泰銖 有個好可愛喔 還有紅酒欸 你是酒鬼的話 蠻適合的 這裡就是因為天氣太熱 然後樹上都還會有那個噴那個 細細的乾冰有沒有 它就在那邊很涼 你不要以為就是泰國人曼谷人不怕熱 他們其實很怕熱 不然你問叔叔 真的好熱喔 還有 很多人都會以為泰國人很會吃辣 其實還好 還好 也會怕辣的 其實那個裡面還有一些商店 還有一些裝置藝術 蠻特別的 走 我們去看看嗎 要讓攝影師先過 稀果 水 水十五塊 可樂二十塊 叮 然後我們把人家的這個打開 然後它就沒有關 好 手放開喔 等一下夾到手 關 然後它連那個水上面都還有那個唱翠的 Logo 可樂 就只有可樂的 Logo 我要順便再介紹一下就是其實在 唱翠市集呢 飛機市集這邊呢 就是它有化妝室 它的化妝室蠻特別的 就是它也是有一些就是藝術的那種塗鴉在裡面 然後它還有附設一個就是專門的吸煙區 Supri 吸煙區在那邊 對 所以就是可以避免一些就是可能有人怕煙味啊 然後或是有想要抽煙的人其實都可以區分開來這樣子 這裡就是想的還蠻貼切的 除了天氣有點熱之外 就是這邊裡面有很多那個創意的小店 然後這個小店的話它的特色就是 很多元化有點像那個雜貨店 雜貨店然後還有賣這個 這個抱枕 嗯 這個是什麼 叔叔 大腸嗎 抱枕 對 可是它是做大腸造型嗎 對 對 可是它是不一樣的 對 可是它是不一樣的 對 可是它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 當布林 是嗎 就是 就是 喔 對 那就是 所以它那個間鱔 怎麼長得那麼像那個 就是男性生殖器 喂 那這個又是什麼啊 喔 這個是泰國最常出現的那個 那個 叫什麼 Galazo Cit Galazo Michai 我沒有車了耶 我沒有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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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 走吧 我們就去其他區看一下唄 這邊啊 就是除了我們剛剛看的那個裝置藝術啊 還有一些活動這樣子娛樂之外 然後呢 其實在後面她也有餐廳 然後也有一些賣衣服的 賣商品的小鋪之外 也有像這樣子 一攤一攤的 就是像Lokken一攤一攤的 就是小攤販這樣子 然後呢我的朋友叔叔呢 他說想要吃秋葵 他就選了一個馬辣 又吃馬辣了 他這邊說肉是10塊泰銖 然後菜是5塊泰銖 然後你買了5串 50塊買了50泰銖 就再送你一串 再送你10塊的一串 那就等於說我要吃蔬菜可以兩串 超好了 然後現在那邊呢 在飛機下面的那個座位都可以坐 所以我們就先過去坐了 這裡的桌子 是用那個 應該是飛機的輪胎 就是仿飛機的輪胎坐的 真的 你愛的 秋葵 吃它 這個泰國話叫 Galaji Galaji 應該是 沒有很麻辣 可是它很香 它是屬於比較香的 它是屬於比較香的 那我是講全的 你是講減的 我是年輕人 我們要學年輕的好嗎 好 好 好 可是這個也是文創商品店 它在那個 T O 什麼CC 欸不是 T I C C 欸 T I C C 在哪一個啊 T I C C B I C C B A C C 它在那個B A C C裡面 也有一個 知文創的館 你知道嗎 你看我的臉 我知道B A C C在哪 那你知道B A C C裡面 有一間這個嗎 不知道 然後現在它可能是 周末關係 然後那邊就會有一些 現場的表演 對 這一座牆呢 是只要來到這個 飛機市場一定必拍的一個景點 對 那只不過現在是 周末關係人很多 所以就變成是 大家在這邊看表演 很可愛耶 這些都是小朋友畫的 然後 現場都有一些它的那個 創意的商品 然後創意商品如果買的話 就是好像會捐部分的 做公益這樣子 對 然後公益的那個 叫做 就是這一個 這個活動 就是剛剛有跟那個 裡面的 弟弟 裡面的那個帥哥有聊到 就是這一塊 他說就是如果它裡面 得到的收入啊 會有60%的 60%的部分呢 會捐給就是 做這些產品的 基本的成本 的成本 然後呢 20%的話呢 它是會做 喔 20%的話就是會 就給那個 捐給裡面做基金會的 嗯 然後再來 5%的這個部分 是專門給那個 說 殘疾 就是可能 身心障礙 跟身體就是有一些殘缺的 小朋友們的那個 機構單位 這樣子 那在15%的話就是 給那個做這些 呃 產品的人 比如說像這樣子 做給就是 如果有得到收入15% 就是它的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嗯 既可以做公益 然後也可以就是 幫助到就是 各方面 無論是基金會啊 還有做手工的人啊 還有就是幫助 呃 其他單位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活動 剛好我就這樣逛街逛逛 就看到這個 那也剛好是叔叔 他會泰文 廢話泰國人 他會泰文 他幫我翻譯了一下 所以我就覺得 嗯這個活動還蠻值得關注的喔 剛剛在外面啊 逛的真的有點熱 還好這裡呢 飛機市集 除了就是有逛 有買之外呢 還有很多這種餐廳可以進來 無論是咖啡廳或是餐廳齁齁齁 所以我們剛剛跟那個叔叔呢 喔不是是我的賊 老闆娘 因為他要請客 他是請那個賊 就是老闆娘的意思 然後就請那個賊呢 就是 呃請我們吃這樣的菜 哇滿滿的菜 好棒喔 你知道逛完了太累了 真的要找個冷氣吹一下 然後就是有那個送當 這個也是送當的一種是不是 對 這個是送當 送當的一種 然後這個是什麼 湯 蒜湯 好 OK好 然後這個是炸雞 這個還有一個青菜 這個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這個是 靠牛哈 嗯 那是靠牛哈 是 糯米 糯米 因為糯米怕冷 糯米怕冷 所以他要穿外套 哈哈 這樣 這樣整份 好 好的 小朋友會我趕快做Ending了 好的 那這樣子話不多說了 我現在就趕快 就是 雞肉呢 我是先這樣吃 然後 加一點 壓 好 我來看自己想 好 喔 不多說了喔 小朋友在哭了 趕快做Ending囉 就這樣子 下次見 拜拜